一般UK来到台南南西梅娘 刚才是来烧梅花 八山到吃东西的梅娘的美食料理以外 还有一位退休的这个国众设计师 因为说吃到梅娘的参与进食 因此就在这个梅娘的参丁 自己来开一间咖啡的餐厅 喝一杯咖啡 饱餐的心情 品尝梅娘的作业料理 一般UK来到台南南西梅娘 除了烧梅花 丁山健康 跟一种东西的梅娘家的美食料理以外 现在还有一间餐厅 可以让UK坐在大片的落井窗 一边凌咖啡 一边香烧梅娘三年香港 以及日后落山 红粉的美景 台湾能做的尤其这么大 又受封面来说是最大的修寸 这种风格当然也要通风 所以这些花园已经是我们堡垒的极限 就这么宽 然后大家坐在这里慢慢的 可以衍生这些山色变化 其实有在这里有山南 有温 云海 有时候就像是仙境 有时候又有亮丽的阳光 如果有红粉的时候 这些整的天又变成红粉 这些过程就变得很奇妙 这位为大家最介绍的餐厅主人 是一位提供的博族设计师 因为他很爱咖啡和平常美食 他们家和家人的人 开了第一间的咖啡店 现在过来我已经有五间咖啡店 到日本民宿在经营 理喻代表是 人家开自己的店 设计自己的店 是体育生活一件快乐的事情 在这间咖啡餐厅来玩 在这间咖啡餐厅来玩 比喻代是非常勇心来做博族 外面恢恢的天空之心 有参照的背景 有灰海来背景 是有些蜴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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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点是我们的楼蜴蜴 包括我们门口长得非常茂盛的九层鴿 由于我开了一扇窗户 欣赏它的变化 它的水 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灵魂 所以它的茂密 可以在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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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其他就是用那个间接地平往下斜的这个自然地势 做出层次来 让水像我们现在在厢堂旁边的流水 在家的旁边一直流流流流 到这里又循环倒回去的一个设计 这里也很精神做一个造景 大家可以打卡留个纪念 也做一个椅子 可以让人好好做一个姿势 看要怎么摆 做一个漂亮的纪念灶 这个有点像比较隐秘的小家人一样 这是因为我们来到用餐的人 它们籍被业组的 在纯杂圆桿想要饭餐先穿 以及在算年之间 也可以坐到要喝一杯咖啡 它们在偏向梅拖骨 不凡来到人籽米牙的天涯不一样 在纯材年轿 现在小建委人籽区 茶红保特